你知不知道哥哥这三万块钱拿去干嘛用了吗 你知不知道哥哥这三万块钱拿去干嘛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前几天回来就翻向倒柜的 然后 然后他就叫我拿钱给他 不是前两天卖菜的钱都拿给他了 他又叫我拿钱给他 然后把钱拿给他 他说他不够 然后他你就走了 他就没有问我了 所以叔叔挨哥哥姐姐因为今天这个事情真的嗯 阿俊心里面是有一点生气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完视频之后你们生不生气啊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没有来找成心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样子 你们知不知道 所以叔叔挨哥姐姐呃呃 成心真的非常善良 呃也非常 嗯 我觉得成心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女孩子 呃 但是呃 他不该在他这个年纪不该在他这个年龄 也不该在这个家庭下这个环境下去长大 你们明明明白 因为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女孩能够承受的了 哥哥天天不去上班 几万块而已不要伤得和气 对叔叔挨哥姐姐呃 几万块 几万块不重要 对阿俊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好不好 因为我能帮助成心 我肯定要帮助成心 但是我们得让他哥哥悬崖热马 你们知道吗 他哥哥如果还这样一味的去对自己的妹妹 如果说还是一味的呃 这样子 去呃 做事情的话 这对成心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叔叔挨哥姐妹你们知道吗 就哪里会有自己的哥哥这样子对自己的亲妹妹啊 你们对自己的妹妹啊 你们说对不对 叔叔挨哥姐妹 你们说阿俊说了对不对 叔叔挨哥姐妹 你们觉得阿俊说了对 你们就把对打在公民上好不好 我看看有多少直播间的叔叔挨哥姐妹 有多少觉得阿俊说了对的 因为三万块钱对于阿俊来说确实不那么重要 对 要想出办方法去改变他哥哥才是上策 对这个用户叔叔说的非常对 我现在就是在想办法 我怎么样去能改变他的哥哥 因为呃 因为我要想和成心呃 在一起的话 我就必须得嗯 什么必须得通过他哥哥的一关 对不对 如果说有他哥哥的阻饶的话 其实我一直就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你们也知道 对不对 叔叔挨哥姐姐 你们觉得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人心都是肉掌的嘛 就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能帮一把试一把 我们能拉一把试一把 就像那个参加变形机的一些男主角一样 那些那些男主人公一样对不对 他们也是之前很坏很坏的哇 很坏很坏的 但是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呃交往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能帮一把试一把 我们把他拉回来 俊哥啊 你那么优秀 我觉得你就该找一个就是和你条件一样的 然后家庭条件一样的 就该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 陈欣 我现在怎么想的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啊 就该找个门当户对的 找个和你一样优秀的女孩子啊 俊哥 我觉得你能找到的 你又那么帅又那么好又那么善良 陈欣 嗯我跟你说嘛 其实 嗯 嗯 我还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你知道吗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对啊 我这样 像我这样什么都女孩子啊 像这样 条件这么不好的女孩子吗 没有 我之前不是也跟你说过吗 嗯 其实 从认识从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嗯 我就发现你和其他女孩子是不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 因为嗯 你的善良 你的开心 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流露出来的 而且别人的话 别的女孩子可能要给他买一个包 他会很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但是你看 我有些时候给你吃一根火腿肠 你都能笑得那么开心 你吹个蒲公英 你都能笑那么开心 就说明你真的 从骨子里面 你就是那种很很善良很朴素 你知道吗 就真的 其实条件什么的都不重要 明不明白 叔叔爱哥姐姐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觉不觉得成心间 嗯 很好看呀 叔爱哥姐妹 感谢你叔叔喜欢我 感谢你叔叔喜欢我 来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阿俊 你们觉得成心今天好不好看 觉得成心好看的 我们把好看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我们给成心一点勇气 好不好 给成心一点信心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姐 来直播间 900个叔叔爱哥节目 我们一起把好看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来叔叔爱哥姐姐 今天的成心好漂亮 好看好看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发现成心今天化发型没有啊 今天成心换了发型之后 你们发没发现 成心今天真的好阳光好好看啊 你们觉得好看 我们就把好看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姐 我们现在先说一点开心的事情 因为成心在镜头下面 真的 他真人其实更好看 叔叔爱哥姐 你们只是通过镜头看到他的吗 不是好看 是太美了 感谢成心 感觉成心 因为你人都好看了 你这样说 你这样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君哥 你 你天天都在夸我好看 没有呀 你这个好看是真的好看 不是假的好看 你明不明白 而且你这个是 而且你这个还没有化妆 你化妆了之后不知道 还更好看呢 对不对 哎 对了 你化过妆吗 没有 这个你在开什么玩笑呀 小时候哪有钱买化妆品呀 你还问我化过妆 没有 都没有钱买化妆品 而且我看 看有时候看电视 看到电视里面 别的女孩都美美的 他们涂的什么 我都不知道 君哥 还化妆 那你要不要 试一下化妆啊 我不会 不试了吧 君哥 没有 我又不会化 我让我姐姐给我买 买一点那个女孩子用的那些 嗯 化妆品嘛 然后我拿给你 你试一下好不好 真的吗 或者说我让我姐姐来帮你化 真的吗 真的 但是我不会呀 但是我跟你说嘛 你现在这个样子 在镜头下面展示的就已经很漂亮了 如果说 嗯 再化一个好看一点的妆的话 你真的 打败好多好多人啊 真的 曾馨 不骗你 叔叔 嗨哥姐妹 对不对 你们说 我要不要给曾馨买化妆品 然后 呃 我们一起看一看曾馨化妆的样子啊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曾馨化妆是什么样子的了 叔叔 嗨哥姐妹 你们想看更漂亮的曾馨吗 啊 叔叔 嗨哥姐妹 你们说 我要不要给曾馨买化妆品 然后给他化漂亮一点 你们说要不要 来叔叔 嗨哥姐妹 要的话 我们在公民上打一个药 好吧 如果说叔叔 嗨哥姐妹都觉得我应该给曾馨买一套化妆品的话 呃 那我就让我的姐姐呃 明天跟我一起去选一选去买一买 然后我们给曾馨买一套化妆品 然后我我们给曾馨化一个好看的妆 好不好 然后我们到时间再开播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妹看一下我们曾馨化起妆来 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叔叔阿姨姐姐 你别破费了 你别破费了 俊哥 又给我买化妆品 又给我买衣服 又给我买鞋子的 你就别破费了 俊哥 你对我 没有 这个你知道吗 你其实女孩子不是说都说要打扮吗 打扮打扮才更好看 对不对 陈馨 所以说嗯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化妆的样子的你你也经常跟我说你说你看城市里面的那些女孩子那么好看嗯就是又什么都不错的其实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你化起妆来其实一定能超过他们的你知不知道哪能超过他们呀俊哥只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之前也有几个小姐姐和你一起请我和奶奶吃饭那几个小姐姐长得好漂亮 漂亮啊俊哥那是因为他们都好好看那是因为他们化了妆你知不知道 你只是没有漂亮的但是你只是没有怎么打扮自己叔叔爱哥姐姐呃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让陈馨换上好看的衣服然后把妆也化好然后来给直播间啊一个直播间叔叔爱哥姐姐们说话呀你们说要不要呀我们到时间再去把陈馨的发型弄一弄然后嗯再去把陈馨的衣服给他换一换然后鞋子也给他换好 好看一点的然后到时间嗯装也化好看一点然后我们嗯给直播间达叔叔爱哥姐们打招呼你们说好不好 我我天天都在干门活俊哥我穿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子不是浪费了吗每天都在干活都没时间穿这个这个那我们就休息一天好不好吗 我们天天都干活我们就休息一天休息一天不干活好不好吗我天天农活都干不完的休息怎么样休息 没关系嘛嗯我找我的我找我的兄弟来来帮你一起把它干还就可以了好不好对啊 你兄弟又不会干农活没关系不会可以交嘛 好不好那我们就休息一天然后我带你去城里面我们去买一套好看的衣服好不好 然后到时间我们美美的给直播间的叔叔爱哥姐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算了吧别破费了不要你破费 你节约点吧你还是别破费了兄弟 这个不破费的神星因为我也想看到你穿上好看的衣服穿上好看的裙子然后嗯就画一个淡淡的装然后我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还从来没有看过你就是化妆的样子你现在这样都已经那么好看了我都不知道你化起装来得有多好看你知不知道 君哥你就别再夸我了我哪里好看吗 来叔叔爱哥姐姐你们觉得陈欣好不好看觉得陈欣好看我们把好看打在公民上好不好 因为陈欣他确实他缺乏一点自信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姐我们给陈欣打一个好看 然后我们让陈欣看一看好不好 都说什么旁观者亲对不对当局者迷说陈欣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 嗯自己的就是漂亮对不对 但是我们叔叔爱哥姐姐还有阿俊一样 我们其实觉得陈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只是他自己心里面没有就是怎么说呢 他没有信心你们知道吗 因为从小都说我长得不好看 谁说你长得不好看的我们直播间的叔叔爱哥姐妹都觉得你很好看呀 对不对叔叔爱哥姐妹来你们觉得好看我们就把好看打在公民上 来我看有多少叔叔爱哥姐妹觉得陈欣好看的我看到李哥说了好看这个女孩子很单纯好看 对吧我们一生平寒也打了陈欣好看呃 阴帅也打了天云都打了好看对不对 来叔叔爱哥姐姐 觉得陈欣好看的我们把好看打在公民上好不好 嗯他是一位优秀漂亮的女孩对吧 所以说叔叔爱哥姐姐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陈欣嗯这个女孩子你真的好好珍惜真的长得还可以 叔叔爱哥姐姐因为陈欣他从来都没有化过妆从来也没有用过那些化妆品 而且他的你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陈欣的脸庞呀 还有嗯他的眼睛呀 其实很好看的 他的鼻子叔叔爱哥姐妹你们看清楚了吗 我可以给你们拿近一点给你们看一看 真的陈欣你要多一点点自信好不好 君哥你可太会说了君哥 没有啊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从不骗人的 那你那你和其他女孩子说过吗君哥 我没有和其他女孩子说过呀 你是你是第一个真的 我之前就是遇到的那些女生 嗯其实我都没有就是怎么夸过他们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夸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呀 我知道呀啊我知道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你不是说你是 你是我的自发借吗君哥 这个你还记得呢 啊对呀 刚刚看到你的视频站也没什么感觉 晚上越看越好看对吧 叔叔爱哥姐姐 其实嗯 白天和晚上陈欣 其实都会非常好看的 而且今天陈欣还换了一个发型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你看他今天换了发型之后 你们会发现他更加的 好看了对不对 而且 嗯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就是 不管是五官呀 还是嗯就是 气质呀什么都是有的 只是嗯 陈欣一直生活在农村里面吗 然后也一直没有怎么打扮自己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吗 所以说 嗯我们要 之后我们有能力的话 阿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嗯阿俊一定会把陈欣带到城里面去的 你们相不相信阿俊啊 叔叔爱哥姐姐们 你们相不相信阿俊 相信阿俊的话 你们把相信打在公民上好不好 哥 你回来了 你不是说要 九点过才回来吗 哥 那你做 叔叔爱哥姐姐 现在陈欣的哥哥回来了 拿个凳子 我去给哥拿个凳子 阿俊的 好 你来了 我来了呀 对呀 那个 哥 今天上午的事情我还想好好地问一问你呢 那个三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啊 没什么事 那个三万块钱 你用在哪去了 来哥 来叔叔爱哥姐姐 我们现在一起给阿俊 打一波上人好不好 因为现在 陈欣的哥哥也回来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问清楚好不好 因为 确实是 今天上午我看到那个人那样子抢陈欣的 桌子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 桌子包装 这不是个女奶奶叫我过来吗 哥 不是叫你好时候休息吗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来叔叔爱哥姐 我们一起去把上人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我们先去把问题解决好 来叔叔爱哥姐们 把上人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我们今天一定要 给问哥哥 这个三万块钱 他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要拿成新的桌子去抵这个钱 好吧 叔叔爱哥姐们 来把上人打在公屏上 那个哥 那三万块钱怎么回事 就用了 你怎么用的 你一没有补贴家用 你二没有把这个 没有把这个钱拿来给奶奶交易药费 你用到哪去了 三万块钱 你怎么用的 你告诉我 就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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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哥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不是我来了 我跟你说 这三万块钱 你知道 你知道 这会对成新 怎么样吗 那个茶楼老板会把成新带走 你知不知道 啊 我知道 那你今天就跟我说实话 这三万块钱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干什么去了 但是我今天就要你亲口的告诉我 给我一个交代好不好 就是用了 只是用了 你你是不是不说实话 如果说你不说实话了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 你信不信 啊 啊 你要如果说 你如果说你现在不告诉我的话 其实 三万块钱 其实对我来说也不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不告诉我的话 嗯 我马上就打电话 你想不想才尝试一下 采缝纫机的滋味啊 哥不是我话事上是跟你说 我给过你 我其实我现在是真的 我是特别想知道你三万块钱花哪去了 来 陈欣 你是不是有点感冒了呀 我要不要去给你拿件衣服 你加件衣服 好吧 有没有冲啊 那有点 不是还早了 晚上有点大 没事的冲啊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知道 你们想不想知道 他哥哥拿这三万块钱干什么去了 来想知道的 我们全屏 在公屏上打一个小一 来直播间的叔叔爱哥姐姐 你们想不想知道 他哥哥拿这三万块钱干什么去了 想知道我们可以 一会我们让他哥哥亲口告诉我 亲口告诉我们 怎么见叔叔爱哥姐姐 因为其实我心里面可能是清楚的 我也知道他拿这三万块钱去干什么的 但是我们直播间 有很多叔叔爱哥姐姐们肯定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让他哥哥亲口告诉我们 他如果今天不给我们说实话的话 我就一定要打电话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姐 那你今天就把这个事情 给我解释清楚好不好 也给直播间叔叔爱哥姐姐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三万块钱到底拿去干什么了 是这样 你开始的时候 手看着我一个 我再做 做点 工作吧 做点工作 是挺挣钱的 我刚当时跟他去了一次两次 我看他挣了很多钱 基本上就是一天可以挣一千多两三千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 你慢慢说 当时的事就是觉得 想挣点钱 想 把奶奶的腿治好 还有他的 生活做些改善 我知道自己能力不足 也没什么办法 当时就想着 一夜暴富的这种感觉 我就去了 当时这 第一天 也挣了 有一千多 第二天也是挣 第三天也挣 第四天的时候就 又亏吧 就一直 一直亏 然后 到了很久 我就差了很多钱 当时的时候没办法 我只还借了 只还借了三万块 然后 反正就是这样 我知道 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好 真的 今天这事 特别谢谢你 真的特别谢谢你 那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真的 我可能 你 我可能 会把他 你怎么会想着 去赌博啊 你这明显明显是被骗了呀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明显被人做局了 你知不知道 他们联合起来坑你呢 你知不知道呀 啊 哥 这是在做局 明显的做局 你没有看出来吗 先让你赢钱 先让你上瘾 先让你有那种挣钱的 那种快感 最后再让你输钱 不管你再有钱的话 你都会 输得倾家当产的 你知不知道 啊 哥 我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不是真的真的 哎 我真的很谢谢你 如果不是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真的我可能 我可能 把陈欣一辈子的谢不肯 那你 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手镯 对陈欣的重要性啊 你也知道 那个手镯 对陈欣的重要性 你怎么还可能 把那个手镯 拿给查了老板呢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勾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 对不起